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人生感悟 与年轻人一同成长 在路上 当我告别人士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不是拥有足够多的体验 足够多的体验 才会让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 回国后凭借着十余年的传媒业运营管理和品牌传播经验 从国内走向国际 吴小燕用行动撰写的 杜拉拉式的女性职场生殖剂 生活中的每一个坎儿 每一个挑战都是一道关 你想是一个游戏 我想过关 我想成为最后的赢家 这样的心态的话 你会觉得很有趣 2010年5月 吴小燕出任财经杂志副总经理一支 等老板去安排你的晋升提升 是这种方式 但太被动了 你还用很主动很积极的方式 去获得你想要的结果 本期节目 吴小燕与您一同分享 如何做好一名女性管理者 我们发现在很多 以女性为主的行业当中 往往领导都是男的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女性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我觉得现在其实女性 在领导层的声音和身影 越来越多起来了 包括现在IBM最近 这个新的总裁 不也是女士吗 100年来首位的女总裁 所以这是起码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signal吧 而且从自身的角度 你可能也要想一想 为什么他们会提拔男性呢 就是相对来说 我跟这个男性的 team leader之间 我们之间的这个差距 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有一些空间 是还是可以提升的 或者说是不是我自己太 没有事实地表现自己 当这些机会来的时候 我没有做好 足够的准备和沟通 有些时候 你需要被提升的时候 你需要不断地去说的 你让别人知道 我有这个意图 所以机会来的时候 他们才会考虑你 你要有这种entitlement 就是你觉得 我是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应该这样的 我非常理直气让地告诉你 我已经做到什么了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可能更具体的方式 就是和你的主管 坐下来说 我想跟你谈下 我的职业发展规划 不仅是他做 你也要跟他做 你说五年之内 我想做到 我这个accounting team的 这个leader 然后呢 你就跟我话好 你说我要做到这个leader 我需要一二三四 哪些技能 然后哪些能力 那你每隔段时间 去跟他去review 去review的过程中 也是engage你的老板 也同时是得到很多的反馈 那可能 可能两年之后 你说不定就已经达到这个了 他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提升你 或者说 你在内部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机会 也可以做到 同样的管理职务 等老板去安排你的 晋升提升 是一种方式 但太被动了 你还有一种很主动 很积极的方式 去获得你想要的结果 现场的女性 性别会不会成为 你们在升迁当中 一个天花板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可能我做的工作 比较特殊 是工程方面的 所以呢 我觉得男的 吃饭啊 喝酒各方面 可能更优秀一些 所以我觉得 机会更多一些 而且他在工地上 男生的 他那个闯劲 会更大一些 比如说 遇到工人的时候 他会骂人 或怎么样 但是女的 他不会这么做 所以 就是我们可能 只是做一些 内部的管理的小工作 但是男的 他可能会做到 项目经理之类的 因为我从事的 就是女性的行业 我是做Counting的 因为女性 她必然会遇到 就是说 我需要结婚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需要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孩子身上 但是男人就不会 因为这个 就占据了很多的 精力跟时间 我觉得这个 还是不太公平的 对于刚才 我们这两位女士 谈到的 在职场当中 女性 在更容易遇到天花板 更容易不被晋升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现象 肯定是有的 尤其是在亚洲 我觉得这种现象 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但比如说 刚才第一位 这个女士 她说的情况 这个天花板 我觉得的确是 跟她所在的产业 特别相关的 这个甚至都可以说 可能是一种能力了 因为在这种 建筑行业的话 它可能就需要 很tuff的那种 工作风格 你需要打交道的是 建筑工地的工人 包工头 可能你也可以成为 一个很好的女领导 但是你这种 女领导所拥有的 沟通风格和能力 可能是必须得适应 跟这群人能够工作的 但如果你不可以的话 你想啊 那这可能不是 天花板的问题了 是你在这方面 可能不匹配 所以你给她 有具体的建议吗 你觉得是 你也可以通过 另外的一种沟通方式 也跟你的合作伙伴 达到很好的 这个管理效果 是这样吗 对 你有没有跟你的老板 说过呢 他是说 觉得就是说 可以换一个行业 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你老板 那你老板基本上说 你可以走了 是吗 不不不 他是说 你可以回公司 不要在一线 对对 不要在一线 可以回公司 去做内部的工作 然后呢 再寻找机会 我觉得其实这也 不失为一个 很好的机会 我不知道你自己 是不是也很享受 就在工地上 就是来做这样的工作呢 就是你可能也考虑一下 你自己内心的需求 你说我只是为了 要升到那个职位 我就去做呢 还是说 我其实真的还可以 到另外一个 就是同样在这个行业里面 同样在这家公司 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职位 又是管理工作 同时更符合你的兴趣和需求呢 对 我就是考虑第二种 就是可能在这个公司 但是呢 可能换一种职位 在寻找新的那种机会 对 对于女性来说 可能在工作几年之后 就会面临着 结婚有了家庭 那么有了家庭之后的 这个职业发展的重心 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家庭和事业 这两点 会不会产生冲突和矛盾 还是我那句话 你真的想要什么 我觉得世界上从来没有 就是work life balance 这回事 但是你想要 比如说我想要很成功 我想要成为一个职场上 很出色的女企业家 女管理者 那就意味着 你得到一些东西 你要失去一些东西 我觉得女性 还是应该就是成家 应该有孩子 你要最大化 你的人生经历的话 这都是非常 非常必要的一个经历 但是呢 你一旦有了孩子 有了家庭之后 如果你的目标 还是事业 是你首要的事情的话 你可能要做一些 相应的安排 让你就是能够 继续专注在你 现在的这个 发展的这个道路上 我觉得而且 现在有很多的方式 尤其在中国 我觉得很幸运了 父母都可以帮你们看 孩子又有什么 月嫂了 又有阿姨了 就是从这个价格来说 都不是很贵 但是国外的话 对很多这个白领来说 都是不敢奢望的事情 因为太贵了 因为太贵了 而且因为文化 国外的老年人 不会被你来看孩子的 他们觉得 我的晚年生活 我要尽量地享受 就是我人生的这个 Golden Age 对吧 像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事 他是非常高级的 一个总监 他家里有两个孩子 所有的孩子 都是他带大的 他每天也要处理 上百封的邮件 也要经常地travel 但是他回家一样 他还是承担着 弃子的责任 为老公做饭 抚养孩子 但是我觉得 他首先不抱怨 他认定 就是说这是我想要 追求的生活方式 那既然我已经 这么认定了 那为什么还要抱怨呢 这是我想追求的 这个好处之外 还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那我就得一并接受 所以你要 首先要接受 这些东西 怎么看待女性 她有很好的教育背景 然后也有不错的职业方向 但是当她找了一个条件 很好的老公之后 就当全职太太 这样的现象 你觉得 我表姐其实就是这样的 对 她也是受非常好的教育 在美国 很好的学校 然后也是在很知名的 咨询公司 做到很高的职务 但是她一旦结婚之后 她也选择退守家庭 我觉得这可能是 每个人生阶段 她可能有不同的 这个mission吧 就像可能 她以前觉得 我还没证明自己 我想证明我自己 我在职业职场上 会能很成功 但一旦证明自己之后 她觉得 我有了孩子 我突然发现 人生的意义 是另外的一种意义 那她就去追求 不见得就是说 放弃了她的梦想 只是她在不同的阶段 她有不同的 追求的方向而已 我觉得在中国的话 尤其是在职场上 有几年轻人会说 这人太拍老板马屁了 经常到老板办公室坐着 或者经常要跟老板 在一起多接触 不要理会这样的声音 无有效地公通 信息的传达 是很流畅的 很透明的 我们这个财讯传媒的文化 是一种土壤文化 和藕的文化 土壤它上面可以长出 很好的庄稼 然后藕呢也是 它特别某文的是 嵌在尾巴里面 你看它上面 可以开出很漂亮的荷花 就是说真的领导是这样 它是土壤是根是藕 然后呢 它让员工闪光 让它绽放燃烧 我觉得这样才是 很好的领导 女性的管理风格 可能跟男性 天生就是不同的 那么在微信上 是不是女性 一定要通过 跟男性一样的方法 才能让下属觉得 自己是一个 有微信的老板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 内心特别特别强大 特别有力量的时候 它的外表去显得去 反而是特别特别柔顺的 特别柔软的 然后特别能把自己 放得很低的 你最重要的是修的是 你这个内心的一些力量 这种内心力量体现在 就是说美龄大势有进气 因为有时候为什么觉得 女性没有领导力 一来事情特别容易慌 对吧 然后哭了 然后就是 崩溃了 拼命地吃很多东西 烧品什么 大家想到女性 肯定都想到这些形象 所以就是你要锻炼自己 当觉得大的事情 你来到的时候 以一种很沉浸的这种力量 他们就会觉得 你自然而然有这种 这种leadership 还有一种就是说 这个领导力呢 就是一种威神 一种眼光 一种愿景 你可以给你的团队 描绘出一种 符合他们的需求 能带他们继续往前走 很有希望的一种东西 这个让我想到 我们集团那个领导 他姓戴 叫戴小金 他经常在说 就是说我们这个 财讯传媒的文化 是一种土壤的文化 和藕的文化 就土壤的文化 和藕的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土壤 它是个很肥沃的土壤 它上面可以长出 很好的庄稼 很好的果树 然后藕呢也是 它特别某纹的 是嵌在泥巴里面 但它上面可以 开出很漂亮的荷花 就是说真正的领导 是这样的 它是土壤 是根 是藕 然后呢 它让员工闪光 让它绽放燃烧 我觉得这样才是 很好的领导 基辛格说过吧 它说什么是领导呢 领导力或者说 它就说呢 它能够把 现在这群人 从它现在带的地方 带到他们 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这才是一种领导力 对 是一种领导 还有呢 就是我觉得 微信还来自于 基本的 比如说公平 公正 你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 按照既定的一些 规章原则来行事 我觉得这也是 非常重要的 像在中国的话 大家都是一个 人情社会 所以有些规章制度 比如说 我需要的时候 我就把规章制度 搬出来了 我不需要的时候 这规章制度呢 可能就又不存在了 如果你长此以往 用这种形式 来管理团队的话 你自然没有 没有威信 对 作为一个女性的领导者 当你在管理 女性员工 和在你管理 男性员工的时候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男性的话 相对来说 就是不是那么敏感吧 但很多女员工的话 相对来说 比较敏感 所以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可能你不仅要 关心到他工作中的 一些微妙的 一些细小的情绪上的变化 可能在生活中 你可能跟他们 应该有更多的互动 像我手下 有一个女员工 新加入不久的 她刚来的时候 也产生过 就是说 想要离职的这个想法 我当时就问她 为什么你才来了公司 一个多月就要离职呢 她说觉得 同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比较冰冷 但她原来在这个公司的话 好像同事和同事之间 都像好朋友一样 那我感觉到 她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那我可能会在 团队建设方面 就是加强一下这方面 同时呢 我会给她更多的关注 和情感上的一些投入 这样的话 她的这个职场满意度 会就会高一些 观众朋友们 大家有什么问题 小杨姐你好 我是个大学生 刚刚毕业 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总是感到 特别地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 如何去处理 职场上的人际关系 还有就是 老板更希望 我们员工去怎么做 做什么 就是对于职场 这种复杂性 你不用害怕 就是太多的书了 什么后黑学了 职场就潜规则了 不要去想这些东西 我就尽力做好 自己这份工作 其实老板对下属的 要求是很简单的 他希望就是说 你能够准确地 理解他的意图 然后能够按照 你们约定的这个标准 能够导致你的工作 其实就是真的是 很简单的 所以对于你一个 职场新人来说的话 他可能让你做的 也都是比较基础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很容易 达到他的要求 在职场当中 我们发现在很多的 大的公司里面 女性经常扮演着 非常好的二号人物的角色 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处理 跟老板之间的关系 如果老板给我一些指令 我如果能理解了 然后去执行的话 我觉得很happy 这样是个很好的状态 但如果有一些 他给我的指令 我是不能理解的话 我也一般会先执行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 看我能不能够理解 如果还不能理解的话 那你一定要找机会 跟老板坐下来 跟他沟通 我觉得就是 一定要充分地沟通 因为老板和员工之间呢 你不要想象 就是说这个老板 对我什么都很了解了 我的想法 我做的他都能看到 他看不到 他很忙 你可以约他 跟你一起吃一个午餐 或者你说老板 我知道你特别忙 那我们可不可以定一下 咱每三个月至少 或者每两个月 你能有一次时间 给我吃个晚饭 或者是我们俩 可以有一小时的一个交谈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 就是对你 对很多想法有了解 我觉得在中国的话 尤其是在职场上 尤其年轻人会说 这人太拍老板马屁了 经常到老板办公室坐着 或者经常要跟老板 在一起多接触 不要理会这样的声音 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就是 这个保持有效的公通 信息的这个传达 是很流畅的 很透明的 其实作为中层管理者的时候 其实面临着一个 上传下达的问题 就是老板有他的需求 那么员工可能 也有他的需求 那么当这两者的需求 不一致的时候 往往中层 可能就会比较为难 以前有一个高级经理 能力超强 而且就是工作的 效率非常的高 你交给他一个任务 他会比你预计时间很早 而且比你预计的 这个质量还好 就提交了 但是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 就是他很难跟团队 就是结合得很好 他是个很优秀的 我们叫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是他是个个人贡献者 但他很难带着团队 一起往前走 尤其新来的员工 常常会受到他的这种排挤 他很喜欢形成一种小圈子 他常常会因为 我们叫 Wing the battle Lose the war 就是打赢了一场战役 但失去了整个战争 但是这个战役对他来说是 很重要 是他的成果 但对我来说的话 这场战役的胜利是不必要的 但是因为我整个战争的话 这个我会失败了 所以缺乏这个全局观和大局观 也是一种就是 没有站在老板的这个角度思考 没有从公司角度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人 他是不是适合做一些 更不需要去跟别人合作的工作 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里 他必须是跟很多人沟通的 就是如果你只写一个策划案 你可以写一个很漂亮的策划案 你看你个人的能力可能可以 但是你日旦如果想再往上走的话 你一定是要和人配合的 社交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 那作为一个女性 还有没有是其他的方法 能够拉近跟别人之间的距离 那就是 我觉得刚才我也说到一个 这个情感银行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你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之中 尽量去帮助别人 对 你经常帮助别人 像别人是一种施语吧 是平等的 不是上下的 这样的话 就是你在情感银行里 会存有很多的证的存款 一旦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对方会回馈的 尤其是在一些大的组织里面 它可能不同的团队 不同的team之间 有不同的利益 所以在有些时候 就是你可以 就是很大气很大度 都帮助别人 你可能还要成为一个不是特别boring的人吧 你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人也会的 就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 会看到很多有趣 比如说电影啊 比如说体育运动啊 各方面就是 你会让大家觉得 每次你都可以给他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就是你要是成为一个比较利喀的人 还有个问题 可能会 对于女孩子来说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 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孩子 当他积极主动地去跟别人交往的时候 会不会让别人产生误会 或者是说其他的人对他有什么想法 导致这个关系变得不那么纯洁 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女性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其实是非常微妙的 你的很多的肢体语言 可以传达很多的信息 其实你很积极主动地去向别人表示一种 一种尊重啊 或者是仰慕 特别想跟他就是多交往啊 但这可以是完全是一种很纯粹的 就是说我特别仰慕你的成功 特别仰慕你的这个学识 我只是想在这方面和你有更多的分享 而不是有其他的 所以就是你的种种的肢体语言 包括你的这个妆容啊 衣着啊 都可以传达很多的信息 我觉得你可以在这 女孩子可以在这些方面稍加注意 我觉得就不会让对方误解你 但即便是说 比如说你传达的是非常正面的信息 如果别人对你有什么不纯洁的想法的话 女孩子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应该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底线和原则 对我来说的话 我会很坚持自己的原则 但是呢 那你可能处理的方式呢 也要注意 那首先你想 这个人还是很喜欢我的 感谢你这么喜欢我 就是你从心里想要种很正面的 不要 因为有些时候你接触到的信息 不一定就是别人的那种信息 所以就是对别人对你的这种好感 表示感谢 但是可以婉转地说出你的原则 然后甚至说我可以要跟起 我们可能是要保持距离 或者是采取别的方式来交往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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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